你提醒我 送禮的时刻到了 我待会会赶紧来 备好一份的衣品 差点忘了送禮 忙着立委初选忘了送禮重头戏 从科学家转职市府讲师 王世坚上回送了蒋中正肖像 就看13号讲完备巡登场 送禮能不能送到新坎里 准备好了 平常金 平常金 没问题 没问题 编纸角色互败 台北市议会正式开议 市长讲完连续两天 4月13 14 首度进行施政报告 先到民众党团拜码头 再到国民党团叙叙旧 唯独少了民进党团 总招减书赔爆料 当天上午10点半 才临时收到通知 市长为什么是这样两手策略 在黑民进党 我没有办法了解 民进党党团不是7-11 市长说要来就来 不过市府澄清早在一周前 就已经派人传达 至于绿营是否在质询时 祭出杯葛 府方也密切关注 另外新科议员早已摩拳擦掌 准备出登板 质询蒋万安 包括其实我最关心的 就是这个交通议题 都更议题 还有国际议题 如果蒋万市长 他就是文不对题 或甚至于说 提出的一些相关的回复 没有解决到大家的一些疑虑 围绕市政议题 面对蓝绿白或五党级不同声音 蒋万除了都尊重 回应表现 北线说服一场内所有听众 TVBS新闻 周一凤 张英科 SNG小组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